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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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喜欢 我在旧金山 旧金山就是 变装皇后的起源 他们的总部 我们算小分部而已 对 他们的总部 你觉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觉得你有变装皇后的这个 DNA在你的身体里 变装皇后你觉得她是什么 变装皇后我觉得她是一种表演 一种表演者 她是一个表演者 她就是一份工作的名字 她不代表任何的东西 她不代表你的性向 不代表你的脖子 她其实不代表你的任何的隐情 她就是一个工作的名字 那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表演 所以基本上 我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表演家 表演艺术者 或者表演工作者 那因为刚好变装皇后 这个类别好了 跟我自己本身需要的特质都符合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我干嘛不做变装皇后 反而可以让我更勇敢 更自信 或者说更能够让 这个社会世界解放了解说 我到底想要表达的东西 因为变装皇后算是比较小众的 因为我就想要当最特别的人 所以刚刚好 所有的特质都符合 你刚刚有提到说 变装皇后跟性别没有关系 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不太了解 狭义的讲 是男生扮前女生的样子 但是你 不管你是男生你也可以扮 女生你也可以扮 因为这就只是一份工作的名字 那你自己从小 自己的性向 你觉得你的性向是什么 我喜欢的是男生 你喜欢的是男生 那这个就是非常的明确 明确的 因为我那时候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有一天 洗完澡的时候 我就出来 出浴室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说 妈我喜欢男生 然后我妈就说 小学三年级 应该是我从小就是 比较能够跟女生相处 然后反而不知道说 怎么跟男生相处 然后我跟 然后那一天 讲完之后 我妈就是认了一下 她就说 你可能是欣赏了 因为小学三年级 然后因为我喜欢的那个对象 是田径对的 我妈就是说 你可能是欣赏 你自己比较不足的 欣赏她的才华 对对对对 然后我说 maybe有可能 但过了差不多 三四个月 我就觉得说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但是我也没有到 那么的惊慌了 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 蛮open minded 然后反而到了五六年级 就是非常的确定 但是我还没有跟我们爸妈出柜 是到了国一的时候 就是才非常明确的跟我妈说 我妈我喜欢那些男生 虽然她有带我去看过医生 几岁带你去看医生 国一 国一的时候去看医生 然后那时候我很喜欢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这样就不用上课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妈就觉得说 是不是她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 反而我爸调试的比较快 然后因为我是从国中的时候 我们学校很爱办那种什么 英语歌唱比赛舞蹈比赛 然后可能我就是想说 独特一点 我就穿了女装这样子 然后戴完女装之后 可能有时候 从国一开始 我的周末的打扮 因为会买一些 比较中性的东西 然后被我爸发现之后 我爸是还好 但我妈可能 比较不能接受 然后可能像现在 可能我也是full drag的状态 我会说 爸我驾不到车 在我去捷云站 他就会骑摩托车 在我去捷云站 我知道你很接受你自己 我上次第一次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就有跟我讲过 你从小就是 你刚刚讲的 你从来没有自我怀疑 所以我觉得 这一部分 你好像蛮幸运的 因为我觉得 我认识蛮多 就是不管是 是gay 还是drag 我以前在美国 有认识一些drag queen的朋友 他们曾经都经历过 那个自我怀疑的阶段 但是你说 你从来都没有自我怀疑过 就是自然而然 就觉得说 好像这也没什么不对 反正我在做 我自己或说 我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之前 我会先思考说 我会不会放到别人 没有的话 why not 我记得你之前有跟我说过 你小时候如果面临有同学 要欺负你 或者是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或甚至是霸凌的话 你会fight back 对 一定要fight back 应该是说 不是说当下就会fight back 但是我会先跟他说 我不舒服 我就说我觉得 你不能这样子做 假如说对方再不听 那你就真的要fight back 你就要为自己做反抗 这样 我觉得在学习如何为自己发声 跟尤其是面对霸凌 或者是 是一个课题 是一个课题 这个就变成说 你要找到自己 如何去保护自己的 一个模式 因为像可能以前的 我的反抗是 肢体上的反抗 小学的时候 可能是肢体上的反抗 会推会拉会 对 就是很一般 就是小朋友之间的 你碰到我 我就碰你回去 这样子 但是到了慢慢长大 你会发现如何保护好自己 那再像现在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所以我除了保护自己之外 我还是可以 有娱乐的效果 就变自嘲 那这反而就会变成 是我自己很 独特的一个特色 其实比较敢开玩笑 我敢开别人玩笑 别人也可以开玩笑 这样子 霸凌这真的是 因为以前小时候 我自己 小学跟高中 其实都有 都有过霸凌的这个经验 我以前的 小时候真的好像 不太知道说 要fight back这件事情 很多小孩 包含现在也有很多观众 我相信他们 一开始是根本不知道 那是霸凌 后来是 发现了 但是不敢说 已经被霸凌久了 对 或者是你会害怕 或者是因为很多 亚洲的家庭 都会说 你就是忍耐 就是 一定是你做了什么 他们才会去霸凌你 或者说 才会对你有任何的攻击 那其实这是错误的 当你自己觉得 你已经不舒服了 你觉得你自己 已经受伤了 就是要直接讲出来 所以其实你从小 你的内心的 是还蛮满的 很健康 很健康 再加上很幸运的是 我第一次那样子的表演 比较没有那么多 恶意的攻击 几乎都是 正面的 几乎都是赞美 或者说赞赏 那再不然就是 看而已 就是不会指指点点 或者说 爷儿怎么这样 但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就是投影异样的眼光 那我觉得还OK 那一次没有 我说 还是会有一些人 投影异样的眼光 但是没有再更深入 或说更多余的其他的 让我不舒服的行为产生 我很想知道 第一次做完 变装皇后的表演之后 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就是 我是2019年的3月出道 那时候是参加一个 国际艾滋变装皇后的 大使的选拔 然后不小心做 移民 然后就出道了 但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算 那个对我来说算是 第一次Full Drag的表演 那一次完之后 对自己的信心 跟自信的那个建立 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你可能会想说 我参加一个 你可能只想说 我就是用心 准备好一个比赛 但是当时就没有想那么多 没有想太多 所以我一定要拿冠军 或怎么样 我只想说 我想要让自己有一个 舞台上面的经验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 走上了变装皇后的道路 那你喜欢俊伟多一点 还是喜欢女王多一点 可能会比较喜欢女王多一点 因为女王的 人设好了 就更 glamour 更 更华丽 然后可能 因为俊伟可能 可能有时候皮肤不好 可能会有些痘印瑕疵 那这个是可能俊伟想要隐藏的东西 为什么想要隐藏 因为我还是想要符合社会大众的审美 这个是 Who cares 我care啊 Who cares 应该是说 我们做表演的 还是会希望是呈现 比较好的样子 给观众 给客人看 这样子 那私下呢 你刚刚说 越正面的人 越明亮的人 越有黑暗面 应该是这么说好了 可能我在台上 把我的能量用完了 或是把我的正面能量用完了 可能私底下的俊伟 就是比较 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 比较喜欢孤独 比较喜欢宅在家里面 不喜欢出去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享受自己的时光 因为可能我在工作的时候 女王 她已经跟很多人接触过了 那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 需要充电 需要充电 或是说需要一个地方 让我能够静一静 让我理好自己的人生 然后觉得说 好像女王跟俊伟 可以好好相处一下 这样子 我们第一次在约在咖啡厅聊天那一次 我有问 你觉得原本的俊伟 原本的俊伟的自我价值是怎么样 然后当你成为女王 或是你找到女王之后 女王怎么样子帮助了你的自我价值 这一部分 因为我这个人是蛮爱钱的 所以我自己是因为 我自己的自我价值就是照顾好自己 让自己能够过更好的生活 就是金钱上面的安全感 对 金钱上面的安全感 所以女王可以帮忙做的事情 因为女王非常的婆娜 女王非常的华丽 女王非常的强势 女王非常的强势 女王可以帮俊伟赚到很多的钱 很多的小费 那可是自我价值就是 除了外在的这些经济条件 因为我觉得说 你有外在的经济条件 你的内在 因为我现在 目前的外在的经济条件 还没有到达我自己的要求 所以我是不知道 到达的人的心理状况 但我自己是觉得说 永远都不会有到达 那么的容易起伏 会有那么多的波澜 为什么会有波澜 你的波澜都是 可能有的时候 我想说 我想买这个东西好了 可是我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很讨厌 很讨厌这样子 为什么没办法再 更 赚到更多钱 或者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再 让更多的人认识我 就会有这样子 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的 对自我否定的时候 但可能过了一下 就觉得说好像那个东西 也没有那么需要 或者说我也没有那么喜欢 然后就这样过了 所以我其实情绪来得很快 然后去的也很快 所以你的自我价值 跟自我否定 其实都跟你的女王 呈现出来的成功与否 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我觉得 辩庄皇后很有趣的是 她们一直在散发 很浓很浓很浓的爱 对 然后 所以有时候可能是 我有时候在想 是不是因为我在表演的时候 把太多的爱都 耗完了 都散发完了 因为我 一直讲的是说 我在表演的主周 就是围绕在爱这个字 因为爱这个字 就像你刚刚讲的 可以是很多种 那我可能 我对爱的定义 除了是另外一半 还有另外一个是说 台湾的文化 就是因为我们要 拥抱自己的文化 所以呢 像我常常表演一些 可能跟台湾本土的 习俗跟文化很有关的东西 像可能 妈祖 欢迎骂 说比较台语的老哥 或是说爸妈喜欢去学 这样子 所以 你觉得 你用你懂的 你会的方式去 在工作上 散发出爱 但是你自己还在找寻 被爱的感觉 跟学习爱 自己跟爱别人的方法 确实 应该是这么说好了 现在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就是 心里面的那一个墙 有点太高了 就是可能连父母 都爬不进去的那种 OK 所以这就是我很好奇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 你从小你是一个 在爱的家庭 算是爱的家庭 长大的小孩 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自我怀疑 你的这一柱墙 哪来的 哪来的 我也想问自己 我常常会想说 一种 这种react 就是 对于某一种情绪的压抑过久 或者说渴望 可是会觉得说 并没有啊 你刚刚有提到说 国一的时候 你妈妈有带你去看心理医师 然后那段时间 你也喜欢看心理医师 就不用去学校上课 那你妈妈带你去 那时候你妈妈有 告诉你 为什么她要带你去看心理医师的 没有 她是说 应该是说学校的老师 可能有跟 建议他 对对对对 所以小朋友好像不太一样 应该是说 那时候的 婴柔的特质 就是开始非常的显著 OK OK 所以爸妈就是有 带我去看心理医师 就是有些 他们是用做健康检查 唯有啦 但是就是直奔心理科那一区 那你觉得 他们带你去看心理医师的 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像可能 有影响到你吗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说 他们是不是就是怀疑我 或者说怎么可以这样 好像当时我们 都是互相做情绪勒索 对 完全说我是你的小朋友 为什么你还要带我 为什么你要带我去看心理医师 对对对对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是正常的 那他们就觉得说 我把你养那么大 辛辛苦苦把你养那么大 你为什么不能做一个 他们所谓的正常的小孩 对对 所以有可能你的高强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就有点 某一种否定 也不是否定 就是会觉得说 好 那就都不要 就 你们就是 怀疑我 或说觉得我 就是不OK 但是他们确实是有行动上的支持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会说 我觉得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有 因为像我爸妈有时候可能 跟我要我表演的影片 或者是照片 他们说他们要给他们的同学 然后再加上有一次很好玩的是有一次 因为我们家虽然住二楼 但是我们家是那个社区 是有电梯 然后有一天我晚上要出门工作的时候 我已经是full drag 要出门坐车 然后刚好打开门的时候 是一个邻居 新搬来的邻居跟我妈在聊天 然后因为那个邻居 因为应该说我们整个社区 都知道有我的存在了 但是大家就是 反正不是他们自己的小孩 但当然OK 然后那个邻居是 对啊 确实啊 我跟你讲很多亚洲的观念都是这样 然后那个邻居就刚好在聊 然后就 我听到就是说 你小孩 你家儿子怎么可以这样 穿这样 你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 然后刚好我妈 那时候电机 叮打开的时候 我妈就看我 然后她就眼神示意我 然后我就跟那个邻居说 关你屁事 哈哈哈 那你觉得这些声音有影响到 当然 现在是完全不可能影响到我了 之前 之前有时候可能 也是Drag的样子出门 可能有的一样的眼光会让我不自在 但是现在我会把它解图成 你超自在 现在 现在超自在 现在有时候他们在看的时候 会觉得说 我觉得应该他们应该是 只是羡慕我漂亮 因为确实真的很漂亮 所以你现在有点像是 就是内心的那把的那个高墙 堵起来 然后 没有人伤害得了我 对 但是自己可能也出不去 自己也出不去 对 可能有自己想过 想要出去 但是可能 我遇到的对象 可能表白过后 他们都跟别人在一起了 哈哈哈 那就不是对的人啊 自我否定跟 没有自信这个东西 跟你赚多少钱 跟我得什么奖 到我 我在行业直不直升 漂不漂亮 瘦不瘦 一点关系都没有 像今天来的路上 我还在跟我摄影师说 我觉得我这两个礼拜 可能是天气变冷 然后变很懒 你过敏 我又过敏 然后我又 然后我又懒得去运动 然后这里 这两个礼拜 我又吃特别多的淀粉 然后就觉得身体 浮浮种种的 就有那种 不舒服 不舒服 对就不舒畅 然后你说 我看镜子里面的自己 我就觉得 我以为你真棒 我也不会啊 我也觉得 我这边的肉会挤出来 会怎么样 但是 我觉得啦 我还在学习 我要怎么样去接受 批评自己的内容 但是 我跟你聊下来这几次 我很 我很喜欢你 就是always告诉自己说 没差 就是我也不care别人怎么想 我这一点我觉得 是我自己很需要 向你学习的地方 但是我也很想要 鼓励你就是 不要再说 我不如谁谁谁 我不如谁谁谁 如果我像他漂亮 如果我赚更多的钱 如果我怎么样 会不会我就会更值得被爱 但是应该这么说好了 我虽然说我自己 不如别人 但是我不会就是 陷下去 我会想说好 那不如那就算了 就放掉了 对啊 The saddest thing in the world is tears from a drag queen 这句话 对你来说 影响你很多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可能我们下了班 然后喝了酒 然后就是自己 看到你可能看到 大家就是狂欢着 自己成双成对的 去继续续团或怎么样 然后可能自己 就是累了个半死 然后就是悠久醉 然后就是自己 默默的大包小包的扛东西 然后坐车回家 然后可能头靠着窗 你看着外面的风景 然后听着一些音乐 跟你讲 有时候那真的很可怕 但是试过一两次 就觉得还蛮爽的啦 我发现你就是一个 很drama的一个人 一定 对 再加上因为我很drama 所以 心里小剧场感觉很多 非常多 你每天都在售票 每天就是都在售票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不一样嘛 而且我发现 我好像比你大一轮 好像 对 我好像 我好像比你大一轮 你自己要提到 沒關係 我住手比你大一轮 但是我觉得 每个人 在每个人的年纪 好像都会面临一些 不同的道路 永远不会说 因为你到达了某一个阶段 这些东西就不存在了 它们是养分 它们是带着你走更远 看着我的眼睛 我很棒 I am the best 我很值得被爱 看着我的眼睛 我很值得被爱 我很值得被爱 我讲了 我很值得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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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爱好吗 今天我们走的 比较不一样的路线 我觉得今天我就是想要来 挖掘 他内心的故事 挖掘他背后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 片窗皇后是一个 大家都 哇 觉得一颗星星 但是没有人了解 也可能没有人想要了解 因为 你们就是带给大家欢笑 带给大家欢乐 但是却忘记了 因为会有你们自己的故事 所以很谢谢你 希望 希望在未来有更多 更好的Bar 更好的Club 看到你 那今天 Honest Hour就到这边解释 希望大家可以 想他更多的爱 然后 好好的爱自己 不要再说我不如自己 我也在学习 她也在学习 大家一起学习 好吗 但是 先加一下我的爱情 Q1N0214 Q1N0214 我的生日 N14 请追踪女王 那今天 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了 莫宇文的Honest Hou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很开心有机会认识了你 你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让更多的人 微微的了解到 变状皇后的世界 谢谢你这么努力 带给大家那么多的 欢乐与笑声 真的很心疼你 一路走来的辛苦跟努力 永远记得要提醒自己 我是值得的 祝福你 找到属于你的幸福哦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莫宇文的Honest Hour 记得要按赞留言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不要忘记跟身边的人也分享一起把更多的爱传出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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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